哈嘍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薩達小教室要來跟大家分享 從初始空島下凡後最重要的初期道具 滑翔翼要怎麼取得 在結束初始空島的劇情後 我們墜落到海拉魯大地 隨著主線的進度會先來到監視堡壘 可以先直接到二樓找普爾亞觸發動畫劇情後 他會要求你到海拉魯城堡找一位叫做霍斯塔的人 在跟他講過話之後會看到薩達的出現 結束過後再回到監視堡壘 再次與普爾亞對話 他會先要你到避難豪 進去兜一圈出來之後 到鳥望台找普爾亞對話 就可以獲得滑翔翼啦 基本上算是主線任務 但如果你從初始空島下來先逛街的話 可能就會暫時拿不到 對於到地面上有很多地方 包含之後的地底層都會需要滑翔翼 所以前期非常建議這個東西要先入手喔 好的 以上就是滑翔翼的獲取方法 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圓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請進